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讲受洗了 受洗与得救的关系 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注意这里并不是说信而得救的必然受洗 乃是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意思是说人信了主还不够 必须要加上受洗才算得救 也许有人说那这样子不是 信就必得救的话不就有了矛盾吗? 要知道单单相信就能得救 这个得救是值得永生不是灭亡和说的 至于受洗的得救 就是与基督同死同活脱离罪的权势说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 信和受洗都是得救的手续 人如果要得到完全的救恩 有两道手续必须执行 这两道手续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步伐 就是一个step 留两脚组成 一脚是信 一脚是受洗 有两脚都向前跨了 才算是一步完整的步伐 受洗叫人从世界得救 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被他玩弄 却无法反抗的能力 受洗就是一个大的脱离 受洗让人脱离世界和一切属世界的 受洗也是一个很大的进入 受洗使人归于基督的死 受洗也使人联合于基督的复活 从今以后我们虽然活在这世界上 却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不再受那恶者的挟制 从今以后我不再跟世人 站在世界的那一边 而是站在基督的这一边了 所以受洗叫人归入基督的死 圣经说 且不知我们这受敬归于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于他的死吗 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把我们带到十字架上去 我们也被钉死了 他在神面前把我们这一个人解决了 这就是一个大福音 人死了不是死了 对吧 第一件事情 就要去办后事就是买一帐 或者是火葬或者是烧掉 当我们走到水里去受洗的时候 要记得我们已经是死掉的人了 所以请人把我们埋在水里 受尽的水 预表的坟墓 受洗这个字的原文的字意是 进入水中潜下水里被水淹盖 我们受洗的时候就是被水淹盖 水就是我们的棺材 水就是我们的坟墓 那受洗就叫人与基督一同复活 圣经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我们如果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 我们进到水里就是死而埋葬了 然后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 就等于是说我们从坟墓里再爬了起来 埋了以后又再爬了起来 这个定规是复活 不是张笔不是阴师路 埋的时候又爬了起来 这个复活就是当我们从水里起来 我们就是一个复活的人 我们不是一个从前的人了 水的那一边是死 这一边是复活 从此以后我们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了 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所有的罪 我们过去的所有的后悔 我们过去所有的一切 通通都已过去 都是以前的事情 我们就是一个New Creature 新造的人